我们一起来做默想祷告 全能的父 我们的天父上帝 求主怜悯我们 饶恕我们的罪恶 使我们不再成为可赠的人 光嘴上承认 行为上却否认了主 主啊 我们不爱行善事 这正是邪恶的作为 求主怜悯我们 使我们脱离邪恶 主啊 我的想法是属魔鬼的 求主的话语 使我醒悟明白过来 此时此刻 我有没有爱主 我有没有应信耶稣基督 真诚的认罪悔改呢 求主帮助我 使我省察自己 使我遵守主耶稣基督的教导 主啊 我内心不平安 反而担心忧愁 是因为我内心被罪恶挟制 正是我担心忧愁的时候 是害了别人 也害了儿女 主啊 求主怜悯我 饶恕我的罪恶 我内心惧怕 担心是因为我被罪恶挟制了 我贪恋世俗 羡慕世俗 正是与上帝成了仇敌啊 求主的话语 使我内心醒悟过来 使我们脱离罪恶 使我们遵守主的话语 活在主耶稣基督的光明里 我们相信这一切 照着主的话语如实的实现 奉耶稣的名感谢 先祝福祷告 阿门 我们一起来告白一下绵羊 我们一起找一下提摩太前书六章九节 我们大家有时候想换工作 或者说想尝试一些新的事情 或者是说 我现在做的事情 感觉不顺利 这一切都是因为 我没有遵守上帝的话语啊 眼前的事情不顺利 是因为我内心 没有遵守上帝的话语 反而被魔鬼挟制了 而我们总是在抱怨 哎呀 这个事情怎么总是不顺利呢 我们的家庭 为什么总是不顺利呢 其实这一切都是因为 我内心没有遵守上帝的话语 反而被魔鬼挟制了 领受了圣灵 是要得到上帝的引导 领受了圣灵 这一切能得到上帝的引导 是顺利的 上帝是要把好的一切全赐给我们 而我们总是跟随自己的想法 结果走向了败坏 我们一起读一下提摩太前书六章九节 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 就现在迷惑 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 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 阿门 我再来读 想要发财的人 就是说自己想成功 哎呀 我不再上班了 我要找更好的工作 为了成功 结果是失败了 哎呀 我 我被炒鱿鱼了 所以呢 我要给自己找一条新的路 凡是投靠自己 毕竟是失败和败坏的 那我们就不要工作了吗 不是这个意思 凡是要求财 求成功 这时候一定是失败的 我承认我的身份 我是最亲 我的身份 仅仅是蛆 仅仅是虫一样 我要符合我的身份来生活 身处于谦卑的时候 是能成功的 很多人来找到我朴牧师 就问 牧师啊 我怎样才能成功呢 这个人的内心 已经是失败了 而我们的问题是在 我们总是想发财 我们总是想赚钱 结果呢 就被骗钱了 比如说 我拿到了退休金 拿着这个退休金 我再提出一笔贷款 然后呢 要搞一些大的事业 结果百分之百失败了 凡是按照自己的想法 想成功 成功是为了求财的时候 一定会失败 我为了更赚钱 我为了多赚钱 去换工作 找新的单位 结果是失败了的 菲利比说四章七写 我们要悔改啊 我悔改的时候 上帝引导我的内心 得到主的引导的时候 是成功的 我瓢牧师跟大家做过见证 我昨天早晨没有吃饭 那么上帝给我的感动 是让我出门去吃炸香面 我就冒着大雨 出门就找炸香面馆 穿着西服 戴着领带 下着雨 并不是非要去吃炸香面 是因为上帝给我感动 让我去找那家餐厅 凡是靠自己 一定是失败的 我瓢牧师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凡是依靠自己想法的 必定是失败的 而得到上帝引导的时候呢 遵循上帝的引导 顺从主的引导的时候 是得福的 那昨天我为什么非要找那家炸香面馆 因为通过这件事情 我吸取了一个教训 上帝给我的声音 是一个口渴的人 正在寻找上帝的话语呀 大家知道 无论是吃喝 还是要得到上帝的认可呀 昨天 晨岛结束了 一直到中午的时间 没有喝一杯水 然后去了炸香面馆之后呢 也没有喝一杯水 吃了炸香面 还是特别口渴 结果去 便利店找水喝 还是没有买到水 当时我的感动是什么呀 太多的人 太多的信徒是口渴的 寻求主的话语 而我平牧师 怎么能好意思休息呢 我知道口渴了 我知道要去喝水 寻求水喝 而很多信徒 口渴 寻求主的话语 而我平牧师 怎么能好意思休息呢 凡是投靠自己 必定是失败的 我们的天父上帝的引导 是什么呢 我平牧师出门 并不是说为了吃一顿饭呀 是按照上帝的感动 尽管去了炸香面馆 那炸香面馆的店主 很瞧不起我 但是尽管被人瞧不起 被人歧视 我内心是要遵循上帝的话语 如果按照我的想法 我就想 哎呀我凭什么要受歧视 被瞧不起呢 而且我又不是没钱呢 这时候就是自尊心在作怪 而我们 我的肉体 我的想法 我的情欲是 和基督同钉在十字架上了 没有自尊心可谈的 很多人因为丢了工作 就想给自己找一份 体面的好的工作 这就是寻求自尊心 寻求自尊心的时候 必定是失败的 上帝给我的感动是什么呀 我们悔改了 上帝会给我引导的 为什么很多人 被欺诈人骗钱呢 为什么很多人被诈骗犯骗钱呀 那都是因为为了 给自己寻找体面的 韩国很多人被骗呀 被骗钱 那都是因为 靠自己想赚钱 信耶稣基督 信心是能让我们 明白一切的 信心是能让我们脱离罪恶 信心是能让我们 领受主的话语的 而我不懂的时候 就谦卑地 跪在主面前悔改吧 因为我不懂的时候 分明是我傲慢 骄傲啊 我们要悔改 比如说我想开餐厅 那为了开餐厅呢 去一家面馆 至少能在五家面馆 甚至能了解五家面馆的 所有的处境 明白一切 了如执掌的时候 才是谦卑谦虚的 而我们悔改了 做了悔改祷告 才能谦卑谦虚呀 我们上来就想 给自己找体面的活 这就是傲慢骄傲的 这就是寻找奢侈啊 为了给自己找体面的 寻找的是奢侈啊 我们大家无论是在找工作 还是换工作 还是退休 凡是要靠自己 给自己找体面的东西的时候 是寻找自尊心呀 那必定是失败的 如果上帝给我安排的活 是让我做仆人 那我尽管是做了仆人 我内心是高兴的 是喜乐甘心的 谦卑谦虚的人 就不至于跌倒啊 因为已经是最谦卑了 凡是自以为是 才会跌倒呢 自以为高举 自以为傲慢 骄傲的 那都是要跌倒的 我们最近听说 周围的人丢了工作 或者是 没工作了 我们此时此刻要醒茶呀 凡是想自己赚钱 为了发财的时候 都会失败的 我们要警醒啊 比如说大家的丈夫 大家周围的人 丢了工作 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我们现在是 上帝给我安排的工作 是为了让我学呀 因为我太傲慢 太骄傲了 什么都不懂 所以上帝给我安排的是 最谦卑的活 为的是让我在 处于最谦卑的地方 做仆人 多学习 这时候才能成长啊 大家知道 有些人摆水果摊 或者是就在路边上 摆小摊 一个月的收入 要比体面的单位的工资 要高很多的 我经常会看到这些人呀 寻找体面的人 反而是失败了 寻找体面的 为的是奢侈自己 为的是虚荣心 这肯定是失败的 有些人献礼拜 也是为了找体面 为的是找虚荣啊 这种礼拜 上帝不悦纳的 是失败了的 我们谦卑谦虚的时候 才能遇见上帝呀 而我们总是想 抬高自己 身处于高的地方 这就是没有悔改的表现 没有祷告 没有悔改呀 我们经常会发现 在这世上所谓成功的人 比如说一个大的企业的老总 他宁可 他宁可去一家餐厅 或者是对方的企业呢 做最低的工作 此时此刻我们来警察一下自己 我到底是什么样子呢 凡是要靠自己 那百分之百是失败的 靠自己 那就是要被魔鬼挟制了 我在读 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 就现在迷惑 落在网罗和许多 无知有害的私欲里 私欲就是被魔鬼挟制的 私欲 情欲 那都是属于世俗的 是属魔鬼的 雅各书三章十六十五节呀 属情欲 属私欲的时候 就会纷争争吵 雅各书四章一节呀 那么属于世俗的时候 就会抱怨发怨言 爱分党 爱搞党派制度 和信心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我们在这世上 爱聚在一起吃吃喝喝 那都是被魔鬼挟制的 我们大家要警醒啊 比如说我的丈夫 我的妻子 经常爱出去搞聚会 搞吃吃喝喝的 那时候赶紧醒 哎呀 我内心被魔鬼挟制了 我们聚在一起 是要为主的名聚在一起呀 凡是靠自己 为自己的贪婪私欲 为自己的喜乐的话 为了寻求自己的喜乐 那都是属魔鬼的 寻求主耶稣基督的旨意的时候 那才是蒙主悦纳的 为什么很多人 辛辛苦苦攒来的钱被骗了 结果要闹自杀呀 上帝是让我们学会忍耐 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二节 而我们不做四季段悔改的话 就没有忍耐的 韩国的女性没有忍耐的 大家知道 在这世上的忍耐呢 不信耶稣基督的时候 那就是强忍硬忍 强忍硬忍 结果呢 落一身疾病 落一身心病啊 为什么很多女的 没办法忍 然后呢 就要闹离婚呀 离开丈夫 离开儿女 要闹离婚的 大部分都是女的 女性朋友们 那都是因为我们内心 没有耶稣基督 就比如说 我现在又想开餐厅了 开面馆 那如果我想在这个地段 开面馆 开餐厅的话 那就在这个部位 就在这个地段 我至少要了解 所有的面馆 了解所有的餐厅的 无论是收入 还是客源 都要了解呀 信心是什么呀 由上帝保守住 我的心怀意念 这才是信心 由上帝 主宰我的心怀意念的时候 就不再有自我了 上帝是和耶稣同在的 而耶稣是身处 最谦卑的地方啊 我们说是信耶稣基督 我们却不肯身处 于谦卑的地方 总是要寻找 自己的体面 寻找自己的自尊心 结果百分之百是失败的 我平牧师刚才跟大家讲 哎呀 我昨天去找 炸家面馆 其实我当时 为了自己方便的话 我可以出门去找一个 体面的餐厅 喝一碗醒酒汤也行 但是这是我的想法 而上帝给我的感动 是让我找炸家面馆 我顺从上帝的感动 顺从上帝的旨意 那才是蒙上帝喜悦的 出了门 下着大雨 冒着大雨 淋着雨 再找炸家面馆 找了很多地方都找不到 看似是傻乎乎 但是是遵循主的话语 这时候才能活呀 凡是我想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是被魔鬼挟制的 而由上帝引导的时候呢 就没有担心忧愁 由上帝引导的时候 不会觉得伤自尊心 我内心觉得哎呦伤我自尊心 哎呦我又不开心 这凡 我觉得委屈呀 我觉得伤我自尊心了 我觉得这事怎么这么不开心 这都是 寻找自己的喜乐的时候 而由上帝引导的时候 没有觉得不开心 没有觉得受自尊心的伤害 一切都是喜乐地接受的 比如说我想做一件事情 那对这件事情我要非常的了解 比如说开餐厅 我对这家餐厅很了解了 对周围的餐厅的环境 都很了解的时候 而且谦卑地来到主面前 一直祷告 我会该祷告 得到主的引导啊 凡是我来做决定 我来做件事情的时候呢 是什么表现 比如说我退休了 我想给别人展现出 我活得很好 结果是失败了的 最谦卑最谦虚的 不会寻找自己的体面 不寻找自己的自尊心啊 我周围经常听到什么样的消息啊 遇到困难 这都是因为我们寻找虚荣心啊 上帝是让我们谦卑的 谦卑谦虚的时候 得到上帝的帮助啊 而我们不愿意身处谦卑 觉得这个受伤害 觉得谦卑谦虚的时候 是没面子的 觉得是伤自己的自尊心了 这都是被魔鬼挟着的心理 我们有耶稣基督 在我内心的时候 无论身处于多谦卑的环境 无论身处于多不好的环境 也不会觉得伤自尊心 也不会觉得这是没面子的 是感恩感谢的 喜乐的接受一切啊 所以不要被虚荣心作怪啊 信心是能让我们明白一切的 信心是能让我们认识耶稣基督 是知识啊 和家书四章六节 我们得到上帝的引导才能活 凡是靠自己的 必定是死啊 真言三章五到六节 凡是要得到主的引导 认定上帝 而我们大家失败 都是因为靠自己 寻找自己的想法 寻找自己的喜乐呀 我们国家的政治 为什么失败呀 因为靠自己 凡是靠自己的 必定是陷入网罗的 而把一切交给上帝的人 不会有试探 也不会有网罗 因为由上帝引导 由上帝负责呀 那么我怎么能知道 这件事情是不是由上帝引导呢 我觉得受伤了 我觉得自尊心受伤害了 我觉得很抱怨 很讨厌 这都是被魔鬼挟制的 由上帝引导的时候呢 是喜乐的 是平安的 无论别人瞧不起我 无论别人 歧视我 我都不会觉得 是不开心 或者是受委屈的 这才是由上帝引导的呀 上帝说了 只要专心爱主 爱上帝 上帝给我负责 只会让我更好 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 什么是专心爱主 爱上帝呢 得到上帝的引导 这就是爱上帝的表现呀 而此时此刻 我是得到主的引导了吗 我的家庭为什么不顺利呢 因为我凡是投靠了自己 凡是要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做 那这一辈子就没救了吗 不是啊 此时此刻悔改呀 祷告吧 认罪悔改 谦卑的时候 上帝饶恕我的罪恶的 首先在家庭里 夫妻之间做仆人吧 今天悔改自己的错 悔改自己的罪 我总是觉得 自尊心受伤害了 我总是觉得 伤我自尊心了 这都是我要悔改 认罪悔改呀 无论什么处境 都是感恩感谢的接受 这才是得到上帝引导的人 得到上帝引导的才是成功啊 凡是靠自己 寻求自己的喜乐 或者是 按照我的聪明 寻找诡计的 百分之百是失败的 传道书七章二十九节 上帝赐给我们的是正直的心 而我们总是要寻找 寻出的是诡计和贪心呀 我们因信耶稣基督 认罪悔改 做四季段悔改 使我们内心得以正直啊 很多人说我要给自己寻找出路 我工作没了 我该怎么办呢 先悔改吧 先祷告吧 认罪悔改 祷告 上帝引导我的 得到上帝的引导 才是最大的福气啊 上帝给我的引导 一定会有明确的感动啊 而我内心想做这个 而上帝为什么给我其他的安排呢 这时候大家多祷告 多切切地认罪 悔改祷告 一定要跟随上帝的引导啊 就像约瑟 约瑟 约瑟 做了一个家庭的仆人呢 上帝的安排 如果跟我的想法不一样的时候呢 大家也要感恩感谢地接受 不要固执地寻找自己的想法 多谦卑谦虚地 真诚地认罪悔改 跟随上帝的旨意 以阿门感恩感谢来接受吧 这时候上帝使用我们 上帝给我们负责的 而上帝为什么给我安排这样的事情呢 因为我在这方面太弱了 我在这方面是一无所知 是无知的 上帝是为了造就我 上帝是为了培养我呀 因为信心就是知识 是能让我们明白所有的一切的 和西阿说四章六节 很多人说了 我处境很差 而我却一无所知 什么都不懂啊 所以啊就祷告吧 多祷告是悔改祷告 来到主的面前认罪 要悔改祷告 上帝负责我们的 现在并不是失败的 上帝是为了造就我 上帝是为了 使我成长 成长成主耶稣基督的身段 做主的功啊 我们要站在磐石上 只有四节段悔改 只有认罪悔改 在基督里面才是磐石啊 哥林多前书十章四节 我觉得哎呀 自尊心受伤害了 哎呀好委屈 哎呀好没面子啊 这都是寻求自己的喜乐 寻求自己的喜好 那才是觉得没面子 而得到上帝的引导 不会觉得没面子 不会觉得自尊心受伤害了 而我们做的事情 我们总是装模作样的 假冒伪善的 上帝不喜欢假冒伪善的 凡是想自己成功 为了 成功是为了赚钱 那必定是失败的 上帝给我安排所有的一切 这方面我不懂 这方面我一无所知 所以上帝给我安排这样的工作 此时此刻我们悔改吧 真切地祝愿大家 跟随上帝的声音 跟随上帝的安排 不要跟随自己的想法 不要跟随自己的固执啊 我昨天全身上下 全湿透了 而且进了那家面馆之后呢 还被瞧不起 被歧视 但是尽管被瞧不起 被歧视 我也觉得是喜乐的 因为这是上帝的安排 我感谢主的安排 那么通过周围的环境 我要悔改的 分明是我曾经瞧不起人 歧视别人了 而我们内心 被耶稣基督引导的时候呢 别人瞧不起我 我也不会觉得这是瞧不起的 我反而是觉得感恩感谢的 真切地祝愿大家 因有耶稣基督的爱心 亚哥书一章十九节 我们的贪婪私欲 就有什么表现呀 总是在抱怨呀 发怨言呀 背地里议论呀 背地里分党结派呀 而我们的贪婪私欲 是害自己的 真言二十一章二十五节 而我内心的贪婪私欲 就是有所有的邪恶在内心 雅各书三章十六节 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 因自己的贪婪私欲 导致自己灭亡 很多人为什么退休了之后呢 反而把自己推向了失败 退休了就踏踏实实的 只专心爱主爱上帝 认罪悔改 得到上帝的引导 这时候上帝给我负责 所以我们无论在什么 无论在做什么事情 我嫖母是劝大家 有好事的时候 不要想着飘飘然 更谦卑地悔改吧 上帝引导你的 我们教会刚开始 多小啊 那么小的小礼拜堂里边 我们也一直坚持忍耐 只等到上帝的允许了 才搬家呀 按照自己想法的时候呢 必定是失败的 此时此刻我们来 警察一下自己呀 哎呀 我要体面呀 我要有面子 这必定是失败的 悔改吧 总是想搞体面 总是想搞面子的 赶紧认罪悔改吧 上帝是最爱我们的 我们非要失败了 才肯警醒吗 上帝为什么让我经历 败坏和失败和 一些糟糕的事情啊 因为上帝是爱我们的 我们人刚硬啊 顽梗啊 非要失败了 才肯醒悟 非要沦落到 凄惨的地步了 才肯醒悟啊 世俗的方式 世俗的知识 百分之百是失败的 是败坏的 此时此刻 我内心不喜乐 不平安 分明是被魔鬼挟制了 今天真诚地祷告 认罪悔改祷告 得到圣父圣子 圣灵的引导和保护吧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啊 我们每当遇到问题的时候 求主引导我们 使我们来到上帝面前 真诚地祷告 认罪悔改祷告 得到主的引导 而我们遇到问题了 总是想寻找自己的方式 寻找世俗的方式 跟随了世俗的方式 结果走向了更惨的道路 主啊 求主怜悯我们 饶恕我们的罪恶 我们在这世上追求的 全是虚荣的 是奢侈的 是寻求肉体的喜乐 寻求肉体的贪婪 结果百分之百失败了 主啊 我们寻找自尊心的时候 必定是失败的 而我们总是好面子 好体面 好自尊心 主告诉我们 自尊心正是魔鬼啊 自尊心正是因罪恶 才有了自尊心 求主怜悯我们 使我们靠着基督的宝血 洁净自己 洗净罪恶 使我们 甘心喜乐地 身处最谦卑 最卑微的地方 使我们不再跌倒 使我们不再失败 使我们稳稳地 站稳在 磐石耶稣基督里边 使我们靠着 主耶稣基督 获得胜利 得到天赋上者的引导 使我们领受 上帝赐给我们的祝福 奉耶稣的名感谢 先祝福祷告 阿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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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